全球172个国家参与世界卫生组织领航的疫苗实施计划 不过我国至今还没加入其中 引发在野党批评政府没有积极争取参与疫苗临床试验 卫生部长都次里阿汉巴巴解释 尽管目前已经有10种疫苗处于第三阶段临床试验 但还没有任何疫苗完成研发正式注册 我国仍然努力争取最新研发的疫苗 卫生部长阿汉巴巴今早在下议院问答环节指出 根据世卫组织截至11月3号的数据 全球有155种疫苗处于临床前的试验阶段 另外还有47种疫苗进入第三阶段 卫生部基于三种考量指标 评估合适采购的疫苗 好让全国人民接种 也就是疫苗的有效程度、安全和质量 阿汉巴巴重申 一旦接种计划分阶段开跑 第一批受惠对象将会是高危群体 包括前线人员和银发族 不过卫生部前部长 拿多斯里主机非得追问 我国为何没有参与世卫组织的疫苗计划 只能被动等待评估结果 阿汉巴巴则强调 我国并没有落在后头 并且已经同意参与计划 阿汉巴巴重申 阿汉巴巴重申 瘟疫当前有些患者、康复者甚至家属逃不开污名化的攻击 演变成歧视现象 卫生部尝试透过精神健康和心理援助的一系列计划 协助病患和康复者摆脱污名化 包括在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 让大众了解 其实痊愈者的传染风险很低 但如果有患者或者家属 情绪低落需要精神支持 也可联系由卫生部和其他非政府组织合作的心理辅导热线服务 也能到治疗新冠肺炎的指定医院 接受心理辅导和简单治疗